出als文 réservant 作评讲来讲 咒眼是不是很注重 那在密教来讲 比常注重咒眼 比较注重这个长程 但是密教里面的咒语比较短咒 都是一些短咒 那这个有很多的野史相传 再来我个人认为 个人认为就是说 这个咒语的汉语 可能都不是很正确 因为如果一音 因为所有的咒语是一音 来写入这个文字 那 美国美国人的不一样 比如说我们当时 从唐朝 这些法师来的时候 到底是讲国语人 是讲米南语 语言上就有个问题 因为当时的文字 还没有完全统一 语言也没有完全统一 所以连这个咒语人 当时在欢语人 所以有的人他会会讲说 诶 语念台语的比较准 语国语的不准 语国语的不准 那 有一次我认到 认到一个印度人 他们以印度 他们的印度人 大力比较好 他就说 是用台语的花音 比较正确 但是 他也 没有完全很确定 所以对于这些咒语 我们就要抱持一种 比如说 个人对我就是说 我们相信 然后我们 发喜心的来 来识这个咒语 因为每一个咒语 他都是一个佛陀 一个吉祥化 这个咒语也是一个祝福 就是说 这个佛菩萨的祝福的理念 让我们来念的时候 能够兴奋亲戚 当然 我们在念这个咒语的时候 我们如果能够 气量更大一点 然后回向更大一点 这个都很好 那来语说 你如果是七张密宗学习 你被佛金灌顶 你当然 你就念 汉藏传的 那你如果说 你是在显教里面归音 你当然 你就念显教 那没有说哪一个 比较好哪一个 比较不好 因为这个咒语啊 如果以 翻译文字来讲 它是一个不定数 对也不对 它不是一个定数 但是在显教里面 它都有 翻译文字 比如说 我们念这个要诗读 但是要诗冠语真语 他有在讲就是说 以除病冠语为主 那当然 我们就依着这样子的向心念 这是我们显教的 的作语 就靠着这样方译听念 那不 念国语也好 台语也好 我们的真心成本的念 就对了 即使是念错也有它的效应 因为我们在念国语的时候 最重要的是 要让我们能够专心 能够在念咒当中 能够生病 生会 把我们的这个信仰也更寡大 把我们的这个 祝福的心 来 彼像绝马界里的众生 这样的一个词作力量 它是非常有强大的力量 所以 也没有说哪一个比较好 直接刚才讲过 你就看你是归因哪一个 你归因显教 你就念显教的 你归因显教的 你归因显教的 你就会念显教的 哦 安息的来念 真诚 真心的来念 这样就 就很好 愿意见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